今天介绍精药主义,如何应对拥挤不堪的工作与生活 Essentialism, the Disciplined Pursuit of Less 本书作者Greg McKeown拥有斯坦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他创建个人公司,为全球知名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同时也是哈佛商业评论的专栏作家 他所倡导的精药主义是一种做事的方法 也是一种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 探讨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择其精药而为之 去除一切障碍与累赘,重新掌握自己的健康、幸福与快乐 作者认为精药主义的核心思维是将时间与精力 只用于最重要的事,强调少而精,更少但是更好 书中将人生比喻为一个塞得过满的衣柜 精药主义者会将它整理得井然有序 当他人的生活陷于压力、抱怨、忙乱中时 精药主义者却拥有自己的选择权、掌控权 认清少数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 过着高效率、极具满足感的生活 如何成为一名精药主义者? 第一步探索 从无意义的多数中区分出有意义的少数 先探索各种选项,了解自己 要识别出什么是最重要的 需要思考的空间 需要观察和倾听的时间 需要享受娱乐的心态 需要聪明地让自己该睡就睡 需要在做出选择时运用严格的筛选标准 给自己创造一个安静的设计、探究、思考的空间 从工作及琐事中抽离出来 每天至少用20分钟时间来阅读经典文学 全神贯重的思考 每天写日记 成为自己人生的记者 每三个月用一小时回顾这段时间的日记 捕捉微小的不断增长的变化 重新让游戏走进生活 可以拓展选择范围 舒缓压力 通过游戏激发大脑的可塑性、适应性和创新性 同时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这是保护身心的资产 多睡一个小时能够带来几小时的更高效率 采用明确的标准进行精选 放弃还算不错的中等选择 只接受前10%最好的机会 第二步删除 摆脱无意义的多数 学会勇敢而优雅的拒绝 我们在拒绝时会感到内疚 害怕让人失望 害怕破坏关系 然而这些情绪导致了决策混乱 注意力涣散 为了避免社交尴尬和压力 只好都答应下来 虽然这样可以取悦他人 随之而来的却是懊悔的折磨 为了完成新承诺 自己要牺牲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精药主义者会接受自己 并不能讨所有人欢心的现实 勇敢地拒绝 虽然这样会在短期内带来社交成本 但是从长远来讲 受人尊重远比被人喜欢又重要得多 除此之外 还要及时放弃 脱手止损 忽略沉默成本 不要高估自己拥有物品的价值 放弃对浪费的恐惧 承认失败 让成功开始 主动剪辑自己的人生 像电影剪辑师那样删减 甚至需要抛弃看起来还算不错的选项 运用经缩原则 淘汰无意义的活动 纠正错误 调整方向 接下来通过设定边界 拥有自由 技术的发展 模糊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边界 因此设定界限并非易事 可是如果没有界限 则会失去自主选择的能力 设立边界 保护自己的时间 避免把别人的问题 变成自己的问题 积极主动地回避各种要求和累赘之事 主动划出界限 就不会被囚禁于别人为你而设定的限制之中 第三步执行 让重要的事情做起来毫无费力 提前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为意外情况设置缓冲 凡事比预计多流出50%的时间 做好情景规划 提升效率的关键 在于将某些限制和障碍连根拔起 追求微小而平时的进步 持之以恒和不断重复是力量之源 设计一种处理重要事物的常规 在重复中 掌握常规 任务就变成了习惯 执行起来就毫不费力 人们经常为流连于过去的成功或失败中 沉浸在未来的挑战和机遇里 因此错过了当下和此刻 精药主义者聚焦于当下 体会着此时此刻的生命 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在此刻最重要的事情上 选择精药人生 放弃大多数不重要的人 事 物 投入所有的时间 精力 做好最重要的一件事 让自己拥有了无遗憾 目的明确 充满意义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